大家好,今天来学习这款榴莲发夹。 拿出浅黄色的线,起十三个锁针。 十三个锁针钩好了。 到二挑里山往回钩。 先勾一个短针。 继续勾一个中长针。 中间部加部剪勾八个长针。 八个长针勾好了。 继续勾一个中长针。 最后一个针目里面勾三个短针。 继续勾一个中长针。 拉紧线头,使枝片更平整。 中间继续部加部剪勾八个长针。 八个长针勾好了。 继续勾一个中长针。 最后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加针,也就是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。 第一针目勾一针。 第一针就勾好了。 和第一针引拔,起立一针,开始勾第二针。 先勾一个短针加针。 然后勾一个中长针。 中间继续部加部剪勾八个长针。 八个长针勾好了。 勾一个中长针。 继续勾三次短针加针。 勾完加针,继续勾一个中长针。 中间继续部加部剪勾八个长针。 八个长针勾好了,继续勾一个中长针。 最后两个针目勾两次短针加针。 在最后一针未完成时换线,勾花边。 拿出黄绿色的线,开始勾花边。 和第一针引拔。 起三个锁针。 倒二回勾一个引拔针,一个短针, 再下一针目引拔。 再来一遍,起三个锁针。 倒二往回勾一个引拔针,一个短针,下一个针目引拔。 一直重复这个动作,循环一圈。 勾完最后一针引拔,留线头断线。 把线头藏到枝片背面 这样底片部分就勾好了 拿出咖啡色的线勾榴莲地 起三个锁针 倒二回勾两个短针,留线头断线即可 榴莲地就勾好了 拿出鸡黄颜色的线勾果肉 起十二个锁针 十二个锁针勾好了 倒三往回勾两个中长针 中间部加部剪勾六个长针 六个长针勾好了 继续勾两个中长针 勾完两个中长针以后 取两个锁针 在最后一个针目引拔结束 这样裹肉的部分就完成了 准备好所有需要的配件 用胶枪组装好发夹就完成了